在中國新年即將來臨之際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總領事劉健 4日晚邀請了領區內部分中美友好城市 和中美友好協會的代表同吃年夜飯 最友情共慶佳節 即席當晚招待會的市長軍表示 中美友好城市體現的是人民之間的友情 4日晚,洛杉磯領事館大廳張燈結彩 大廳兩周插著中美兩個國旗 充滿著新年氣氛 當晚,領事館為受邀嘉賓準備了 封城晚宴以及文藝節目 劉健受訪時表示 為實驗中美首腦達成建立 中美兩個新型大國關係目標過程中 中美友好城市及中美友好協會 發揮了會員的智慧牽橋搭線 做了很多工作 劉健說,即是今天這個機會 要向出食宵代會代表拜年 高度肯定他們的工作 肯定這個成績過程中間 我們不要忘記我們的友臣 我們的友邪 友邪 友好協會 他們中間的作用 因為 中美友好歸根接地 還是要在民間 還是要兩個社會 民眾的支持 洛杉磯市市議員 拉邦吉 洛港有協會會長 魏特曼 長堤青島有協會會長 尤伊塔 San Diego煙台有協會會長 以及尤巴林達市市長 荷蘭得慈 安大律市市長 李昂 以及葛陶市市長 蘇王秀蘭 歐欽巴士議員 沈慈康等數十名代表 出席了招待會 天下衛視記者 孟子民採訪報導 出席了